我本身也是藝術教育工作者 我熱愛廢話 享受廢話的樂趣 畫水彩 水墨 還有探皮的時候 每當創作出一個畫面就展現不同的世界 這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們這次特長的內容是以畫我為主題 那畫我是以比如說李赫本藝術家 他本身就是一個古蹟的老闆娘 然後又是結了他藝術的偏論 畫出那種俊與尺寸的油畫 展現出來的內容有宇宙 甚至各式各樣的山水啊 還有一些人物 另外一個老師是我們一直很受歡迎的五日清大師 那恩奇老師呢 他是留學英國的一個藝術博士 他的作品是結合台灣書寫 加上西方的一些美茶 展現一個非常優雅的美景 這一次因為是跟李赫本 古今導管人合作 所以呢 他們的作品裡面有很多的金屬 組裝起來的一些 比如說像長頸路啊 或者是圓圓滿滿 這裡面有多圓圈圈 那有去聯想到什麼叫做圓滿的感覺啊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這主要是 吳老師又在那些定題的作品上 做了一些彩繪 又是一種不同的感覺 我們訪證讓大家會有驚奇的感受 歡迎大家有機會的可以來吳園插觀他們的畫作 去年擔任 因為畫會的會長的時候 第一次來到吳園展出 發現吳園有歷史的那種痕跡 但是他又經過歷史的歲月的洗禮之後 有不同的風貌 那你一聽到這個場地呢 就是小橋流水 是中國式的展示建築 又有不同的想像 甚至一大部分的場地 那我覺得在這個市中區展出呢 是一個非常棒的場地 因為會吸引更多的人 我覺得每一檔的展出 都會有他不同的一些火花產生 甚至一些不同的 激烈的一些地方 你們都很希望說 只當畫出了這個畫作 畫作本身就覺得生命了 他就會述說很多很多的故事 甚至帶給很多不同的觀想 那這個部分呢 他已經是幫我們開啟世界的大陸 那看的人當然就會去上播 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傳遞一個全世界的訊息了 應該就是我們最未來的上傳 但是我們的畫文展出的時間是 4月23到4月28 轉版的只有六天 那歡迎大家一定要來參觀喔 要把握機會 因為只有轉版的六天 歡迎大家 拜拜 拜拜